晚餐时间看看臭豆腐是台湾著名的美食小吃 在新美式深坑的一家臭豆腐工厂 年产是超过500万片 居然是无照营业十几年时间 而且现在还被爆料 制作过程太脏乱 居然有员工是边抽烟边做臭豆腐 还有人把机车迁到制作区来洗车 负责承认卫生管理有问题 也被卫生局开罚6万块钱 而这家工厂是提供给深坑老街的摊贩 也因此消息一曝光 让靠着臭豆腐打响名号的深坑老街 生意是大受影响 放入油锅炸的金黄酥脆 或是放进汤底煮成麻辣臭豆腐 来到深坑老街都要来一盘 但现在却被踢爆制作过程不卫生 周末假日天气湿冷 不过老街越晚人越多 尽管臭豆腐卫生有疑虑 但游客反应两极 好吃啊 那现在还是会去吃吗 应该是会啦 本来想要吃的结果 我朋友打电话来 不能吃喔不能吃喔危险危险 所以就 不然这里的臭豆腐很有名嘛 特地走一趟深坑看着臭豆腐却买不下手 也有人吃得津津有味 深坑有五成以上的臭豆腐 都是来自喂在北深路上的这家工厂 已经营育十多年 每年臭豆腐产量多达五百万片 从三轮车摊商起家 现在已经是深坑豆腐大厂 不过实际走访工厂 地板墙面都是污垢 制作豆腐的机器上面还堆积垃圾 整个环境脏乱不堪 更被踢爆 有员工边抽烟边做豆腐 烟灰污染豆腐 甚至用洗豆腐的同一桶水洗手 将深的抽豆腐送宴 结果验出大厂杆菌群 显然水质受污染 好香啊 我没有发现 这就蔬菜花下蔬菜水 这泡头用了 员工力挺当场 和制作臭豆腐的水 强调天然干净 但新北市卫生局两度派员击查 发现工厂环境脏乱 食材没有离地 门口没防尘连 没做并没纹防治 员工体检也没记录 卫生管理不当 工厂环境恶劣 已经被卫生局开罚6万元 再加上十几年来 没有办理工厂登记 限期三个月内补办 否则将勒令停工 尽管负责人强调 已经盖好新厂房 最快2月搬迁完毕 改善制作环境 但是年产500万片的 恶心臭豆腐 已经让民众吃下肚 记者刘室伟 文赛S小组新北市报道